陈先生是二宝爸一家四口住在北市文山区 这间30平老公寓 房贷压力对我来说算是蛮大一笔开销 他大概会占我每个月支出可能三分之一 甚至有快到四成左右 几乎是存不到钱 再加上两个孩子每个月开销两万以上 以及孝亲费要存到钱实在很不容易 根据统计六都加上新竹县市 男性购屋贷款的状况 受信额度第一名是台北市1691万 第二名是新竹县市 再来是新北市 最后则是高雄市748万 不过这样子换算下来之后 等于说台北的爸爸们背房贷 相当于是高雄爸爸们的2.3倍 埋下新北中和18平十年房的刘先生 感受也很明显 房子不大但房贷要价1000万 每个月缴2到3万占收入三成 光是生活基本费用就要大概好几万块 奶粉尿布那些都还是很基本的 如双北在生活的背着房贷的爸爸来讲 其实压力上真的会蛮大的 近期晋升为三宝霸刘先生说 双新家庭每月开销大约7万 而这间房加上亲戚一家6口 房子都快不够住 其实根据五大行库平均房贷利率 疫情前109年贷款2000万 五月利率是1.349% 今年则是飙到2.101% 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 台湾平均房贷利率其实不高 只比日本高一点 房贷高再来就是房贷所得比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我们说房贷的负担比 相对来讲是比较重 稍微升息稍微有一点波动 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 就会相对比较有感 房贷族的心情跟着利率上下浮动 增添负担也让压力雪上加霜 TVBS新闻全江慧闲 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明镜举点栏目